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已开启对美访问 每媒报道 美国财长叶伦今天起将在旧金山与中方举行两天多轮会谈 那您对此如何劝占呢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旧金山是这段时间 全球媒体舆论关注中美关系发展走向提及率最高的一个地点 那么可以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聚焦这座美国加州的名城 此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华盛顿期间 和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国最高决策层会见 那么他提及率最高的一句话 现在也正在成为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头号的议程 那就是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 王毅在连串会见之后和美国智库战略学界的专家代表座谈 也特别表示中美都希望双边关系尽快稳下来 争取好下来 双方也都同意要朝着实现旧金山元首会晤来共同努力 当然了 王毅也强调 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 不能靠自动驾驶 所以应耶伦邀请访问美国的何立峰一行 在旧金山和美国财长进行两天的多轮会谈 那么美方选择这样一个地点 它的信号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中美都没有选择自动驾驶 而是在一路相向而行 现在正在如期始达目的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这一次中美财经高官在旧金山会谈 最大的看点与亮点实际上集中在这两个层面 首先当然是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程 也就是在下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 举行习拜会在财经政策领域 进行最后的协调准备 昨天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新加坡出席 美国彭博社举行的创新经济论坛时 重申 中方愿意与美国加强各层次的沟通对话 来推进互利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那么这段时间 可谓是中美各层次沟通对话的 这个密集的上演期 那么包括政策执行层面的 外交政策海洋磋商 乃至最敏感的军控磋商等等 都已经成功进行 而且会晤地点 有的还是选择第三国 比如外交政策磋商 就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的 那么中美都在展现 加速推进对话的努力和姿态 所以路透社彭博社等等 国际媒体在前瞻 何立峰此访时 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性的判断 那么如果说两周前 王毅访问华盛顿 中美就实现习拜会 达成了会谈的共识 那么这一次何立峰访问旧金山 很可能是要为元首会晤的财经成果 与共识行动来进行磋商确认 那么其次何立峰还是以中美经贸 中方牵头人的身份首度访美 事实上这一任职 他首次公开 也是在北京接待耶伦财长来访之际 所以当何立峰在旧金山和耶伦面对面 进行两天的多轮磋商 也意味着新一轮中美经贸对话的开启 我也特别注意到美方包括财长耶伦本人 对这次对话是高度重视的 耶伦近来多次对外发声造势 来蝉试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 这也正是美方在开启重大议程之前 惯有的一种舆论操作 那么耶伦又是如何阐释 美方对华经济战略的释放了哪些关键政策信息呢 一周前耶伦在美国智库 美中经济的全面分离 乃至一众国家不得不选边站 将会对全球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耶伦强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有三大目标 其一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促进人权 其二构建有利中美两国的健康的经济关系 其三在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和低收入国家债务等等 全球的挑战方面来实现美中合作 三天前耶伦在华盛顿邮报也刊发来论文章 标题是 There's a way for the US to compete with China and to work with China 也就是美国对华竞争对华合作有路可循 耶伦在这篇文章中 详述美国政府处理对华经贸议题的原则立场 强调以务实的经济战略来驾驭复杂的美中关系 既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又要寻求稳定和健康的经济关系 那么耶伦在文中再次重申 中美有义务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 防止分歧升级为冲突 但是不能局限于危机管理 美中两国的经济体量占到全球经济的四成的份额 那么美中建设性的经济关系 不仅可以成为双边关系的稳定的力量 还能够造福两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家庭 所以总结而言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的极限 就是两大主题词 也就是去风险和多元化 我想这就意味着美方将会继续对华 打所谓的国家安全牌 在芯片 在人工智能等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这种 产业围堵与遏制 美方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松动的 而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重组 美方也将会继续来全面推进 对中美经贸对话 中方又有哪些核心关切呢 中美经贸关系一度曾经被看作是 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压仓石 但是自从拜登的前任 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 那么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持续紧绷 甚至成为双边关系的最大的压力源之一 那么自拜登政府就任以来 这样一种状况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剖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承压现状 我想核心问题不外就是 如何来看待风险和挑战 如何来界定国家利益 前几天中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时 有过一段深刻的阐述 那么非常有针对性 也非常具有穿透性 他呢谈的是中澳关系 但是呢同样适用于中美关系 适用于中美经贸议题 中国元首就强调 要从世界大势的深刻变化中 来把握双边关系的正确发展方向 那么从本国优先的角度来看 世界是狭小拥挤的 时时都是风险和竞争 但是呢你从命运于共的角度来看 那么世界就是宽广博大的 处处都有机遇和合作 中国元首就深入剖析 当前啊世界经济不确定 不稳定 难预料的因素增多 各国经济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那么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 小院高墙脱钩锻炼或者是去风险 本质上都是保护主义 违背市场规律 科技发展规律 也纹背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 小圈子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 小集团也适应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 那么中国的选择一一贯之 在亚太地区不搞排他星的小圈子 不搞集团政策 不搞阵营对抗 那么耶伦强调美国对华经贸政策 将会继续致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但是呢他也就此发出告诫 说美国不应该成立于对华竞争 但实际上美方过度成立竞争 美方经贸议题过度安全化 乃至武器化的这种恶果 早已经彰显无遗了 已对中国华为公司持续多年 不断加码的全面封堵遏制为例 美方至今能够拿出华为产品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 任何一宗实锤案例吗 波士顿华盛顿自中方进口的地铁车厢 也被美国政客炒作 有所谓的窃听隐患 有所谓的国安威胁 那么这种荒唐事 不正是美方无底线 推动经贸议题安全化的极端案例吗 更不要提拜登口中的 所谓的傻气球事件了 以美军最先进的战机 来击落中方失控的气球 我想这是美式歇死地理政的极致 那么中美经贸关系领域 能不能避免 类似傻气球事件的上演呢 我想这恐怕也是 耶伦等等美国的经贸决策者 他们必须要认真思考 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因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 8号启程前往旧金山 对美国进行访问 据美方此前宣布 何立峰将与美国财长耶伦 举行为期两天的双边会谈 这也标志着 新一轮中美经贸对话正在开启 舆论认为何立峰此行 旨在落实中美两国元首 巴厘岛会晤共识 标志着新一轮中美经贸对话开启 巴厘岛会晤中 两国元首同意 两国财经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 经贸问题等开启对话协调 为落实该重要共识 今年9月 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 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半个月前 这两个工作组已相继举行第一次会议 另有观察指出 两国能否在改善经贸关系方面 迈出一小步 美国纠正既往的错误是关键点 美国政府如果能够修正 敌对性的贸易政策 将不仅有利于增进美国民众的福祉 而且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何立峰这次访美 我觉得主要两个目的 一个是和美方协调各自的宏观经济政策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 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会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协调两国的经济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再一个就是中方希望通过这次对话 对美方表达一些中方的关切 因为美国在经贸等领域 对中国实施一些限制政策 出口管制 美方处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考虑 有可能会在经贸领域某些具体的问题上 做出一些让步 从而为中美领导人见面 做一些铺垫 在新一轮中美经贸对话开启之际 当地时间8号 中美两国气候特使及团队 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气候会谈圆满结束 双方就开展气候变化双边合作与行动 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达成积极成果 此外 中美外交政策磋商 海洋事务磋商 以及军控与防扩散挫商 也于近日分别举行 新加坡联合早报8号一篇评论文章称 双方在短期内如此高的互动频次 是近年来没有过的 在中美严重缺乏互信的当下 双方有意愿保持沟通 就让外界看到曙光 中美航班也正根据市场需求 稳步恢复 据中国民航局宣布 自9号起 中美间定期直飞客运航班 有望从目前每周48班 增至每周70班 为人员和经贸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法新社还关注到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7号重返北京开始巡演 纪念其1973年历史性访华50周年 1973年9月 该乐团首次访问中国 标志着当时尼克松成为 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后 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据美联社报道 该团此次巡演 恰逢美国芭蕾舞剧院 上周在上海开始中国巡演 此轮文化交流 在中美一系列高层互访之后推出 成为两国关系改善的 又以最新迹象 在疫情后 首次全面恢复线下办展的 第六届进博会上 美国派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参展团 美国农业部 还首次在进博会上设立展馆 据路透社7号报道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 向美国采购了60万吨大豆 创下今年7月以来 最高的单日采购量 报道称 这是美国2023年 大豆海外销量下滑后 交易辆最高的一笔农产品出口 为美国农业出口带来一丝希望 此外 英特尔 高通 德州仪器等 芯片巨头在内的 总计超过200家美国企业 专程派出高管复华 写最新前沿技术参展 但就在新一轮中美经贸对话 开启之际 美财长耶伦当地时间6号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 发表文章 透露了自己在今年7月访华时 曾向中国同行表示 美国的经济政策 是基于直接的国家安全考虑 而非让美国获得相对于 其他国家的优势 或是打压其他国家 相同的话 耶伦在今年4月就曾说过 当时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演讲时提到 美国无意损害中国经济发展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 有针对性的行动 纯粹是为了保护 美国的国家安全 该演讲当时 也被美媒称为 拜登政府就对华经济政策 最全面的阐述 耶伦这么说呢 我认为他是在偷换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方面 正在赶超 甚至超越了美国 获得优势 等于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实际上是一种偷换概念 反映出美国试图 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的 这么一种惯性思维 微信公众号 预言谈天8号发文称 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对华经济政策的术语 一直在变化 从脱钩到竞争 从小院高墙到去风险 再到有岸外包 背后不变的是其所谓的安全叙事 即安全第一 经济第二 在中美经济交往中 美国长期泛化 滥用国家安全 根本上仍是美国的 霸权思维在作祟 文章还引用公开数据和资料 梳理了美方近年来 在供应链转移 半导体出口 营商环境 投资待遇等方面 采取的一系列对华 唯堵遏制打压的政治措施 和抹黑言论 并强调 此次中方赴美交流的前提 是美方必须高度重视中方关切 并拿出实际行动作出回应 只有这样 中美才能稳定市场预期 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 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中美之间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很难打破 很难改变 过去这两年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现实显示 美国试图和中国脱钩锻炼 所谓趋风险 根本没有做到 实际上双方的这种依赖关系 仍然继续下去 第二点 在经贸领域 科技方面 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打压措施 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很多方面是存在短板 需要下苦功夫 练好内功 这样才能消遣自己的脆弱性 在9号举办的2023年香港中美论坛上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 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分别做视频致词 谢峰指出 近来 中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开展了一系列的高层交往 此等举动是两国共同发出了 稳定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 他强调 中美有差异 有分歧 但更有不容忽视的共同利益 应该及必须通过对话拉长合作清单 管控分歧矛盾 谢峰表示 通往旧金山之路 需要重回巴黎岛共识 将美国总统拜登 四步一无一等表态落到实处 并强调 东道主要尽地主之宜 不能制造新的事端和障碍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要双方相向而行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则在致词时强调 中美关系稳定 对两国和全球至关重要 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脱钩 但仍不能忽视两国的分歧和摩擦 香港中美论坛 由香港特区政府前行政长官 董建华创立的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 新任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 此次论坛选择在APEC会议前夕举行 是希望为中美关系回暖 增进沟通再助力 新加坡总理李简龙 8号在第六届 蓬勃创新经济论坛的 欢迎晚宴上则表示 对于改善正处于困境中的中美关系 两国元首会晤是必要的一步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 中日领导人是否将在下周举行的 APEC会议期间进行会谈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 兑现构筑建设性 稳定的中日关系的表态 为推动双边关系改善发展 和两国高层交往 营造必要环境和良好氛围 即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美日韩也就各类双边多边会议 开展了协调等准备工作 并计划在会议期间 召开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首脑会议 并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在本周 完成了对日韩两国的访问 显示相关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事实上今年以来 美日韩高层往来频繁 尤其在美国戴卫营 实现了三国领导人的 所谓历史性会晤 被视为三方关系的进一步捆绑 日韩领导人已确定出席APEC会议 据两国政府近日分别透露 正与多国协调场边会晤行程 日本方面还表示 日韩双方目前正在协调 两国领导人借此次访美机会 共同前往斯坦佛大学演说 主要就经济安保领域 说明日韩美日韩的合作 日媒称此举有意通过 活跃在硅谷创业者辈出的名校 发表演讲 彰显三国所谓携手努力 日韩两国的首脑一起在 美国以理工科建长的最高学府 做演讲 其实它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大的 等于是进一步彰显了 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一个决心 另一方面表明 三国在科技同盟的道路上 是走得越走越远 美日韩也极有可能借APEC会议 再次举行三边会晤 这也是年内三国领导人 再次聚首美国 三个月前 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韩国总统尹锡悦 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 举行三边会谈 这是三国首次在多边场合以外 专门举办峰会 彼此关系被认为迎来历史性时刻 三国合作进一步机制化 包括每年将至少举办一次三国领导人会晤 设立首脑热线电话 还决定定期举行跨军种多领域的联合军演等 美日韩三国的首脑在多边舞台上 举行峰会并不少见 而且自2022年以来 这个频率是明显的增加了 美日韩加强合作应该是这三个国家 比较共同的外交上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今年以来 日韩关系实现转环 美日韩三方互动进一步加强 5月 美日韩领导人利用G7广岛峰会的机会 举行短暂会晤 开启了约每半年一次的高频率三方首脑会晤 三方还共同出席G20峰会等多边会议 6月 美日韩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签署了美日韩三国部长会议联合声明 为三国实现全面关系升级规划了路径 目前 美日韩三国已将组建东北亚三眼联盟提上日程 除了涉及朝鲜导弹发射等军事情报外 不排除未来还将分享其他领域情报的可能性 美日韩合作升级 不断显示出以更大力度打造美日韩铁三角的决心 也给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买下重大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 日媒披露 作为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重要抓手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加入其中的日本和美国等14国正展开协调 拟于16号在APEC会议期间召开领导人会议 并首次发表首脑级别的声明 报道还称 考虑到中国将提出为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的繁荣 而加深经济参与等内容 拜登政府已推动美日韩三边关系 作为印太战略的主要着力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号已结束日韩行程 布林肯此行号称重点关注新一轮巴以冲突 但在结束中东行后 布林肯紧锣密鼓对印太国家进行访问 7号在日本与首相岸田文雄及外相上川阳子会晤 8号赴韩国并于9号与韩国外长朴镇举行会谈 拜会韩国总统尹熙岳 路透社报道 一名美国官员说 尽管面临其他全球挑战 美国仍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 布林肯此次访韩展现了美国对韩国的持久承诺 此次是布林肯时隔两年半再次访韩 也是尹熙岳政府成立后 布林肯首次访问韩国 韩国外交部此前已表示 希望通过布林肯此次访韩 让今年迎来70周年的韩美同盟 为能够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奠定基础 在于尹熙岳会面时 布林肯说 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在于印太地区 韩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心伙伴 美国愿同韩方加深同盟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中美正以即将召开的APEC会议为契机 推进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有分析指出 这是美韩事先协调意见寻求合作的机会 而在与韩国外长朴正会谈后 韩联社称双方还就中美关系 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等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布林肯说 双方就在部分涉华问题上协调对华战略的方法 交换了意见 其实日韩两国更多的是看美国的一个姿态 因为目前来看 美国还是更倾向于更加稳妥的管理中美关系 进行比较可控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和韩国其实也在积极的寻求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 台媒爆料 根据规划 台海军将兴建15座暗机导弹阵地 如果再加上此前已经纳入规划的12处天公司 三型导弹阵地 台军方已豪至千亿元新台币 费尽心机要在台岛撒下反舰导弹网 目的就是要所谓阻挡解放军登陆 消息出引发导弹民众强烈反弹 他们担忧 部署导弹阵地对周边安全威胁过大 恐将成为首要攻击目标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台当局编列866亿元新台币 约合195亿元人民币 向美采购100套400枚暗机鱼叉导弹 首批将于2026年前交付 而为了配合导弹接装 台军方规划新建六座营区 分别在云林湖尾 台南新中 高雄左营军港 屏东东岸 屏东浦前及台东太平等处 指挥部设于台中清水 此外 台军还计划在 新北 嘉义 桃园等九个地点 新设暗机雄风导弹阵地有关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 分布在岛上的导弹阵地绝非这几处 按照台媒说法 十月台军方就透露 已规划在全台新设12处 天宫三型导弹阵地 台媒担忧 民间的当局正在加速 把台湾变成地雷导弹药库 台湾当局豪制1000多亿新台币 来构建15座反舰导弹阵地 那么这样做的一个根本目的 还是以美谋多 以武谋多 把指挥部放在台中 应该说呢 它已经形成了在整个全岛当中 海空一体的那种对抗大陆登陆作战的 这样一套系统 但是我们要知道 蒋军的登陆作战它的方式很多 台湾现在所说的这些反舰导弹战地 那么在军事打击之下 能不能生存首先是个问题 台防务部门拟在岛内新建基地的消息曝光后 相关县市强烈抗议 有云林县议员指出 如果在云林湖伟镇台空军基地 设于插导弹营区 一旦战事发生 势必首当其冲 届时 位于当地的台速六清场区万一爆炸 方圆10公里将无人幸存 我们究竟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那将来可能会成为任何一个战争被攻击的目标 中国国民党籍云林县长张立善 与国民党议会党团也都表示反对 已有台海军基地的高雄左营 也要建鱼叉导弹阵地 中国国民党籍的左营区民代李梅珍表示 台军军事设施高度集中左营 可能变成第一级目标 台梅直指 这些导弹基地布局可谓从南到北遍布台岛 而台湾地狭人仇 全岛几乎城镇相连 更有阵地旁分布着学校 住宅区 高铁站等 试问有多少人命经得起如此折腾 尤其湖尾 这里面其实左营跟湖尾这两个地方 算是相对来讲最热闹 已经变成是他们最接近他们精华地带的地区 可是他要拿来做营区的时候 会造成 因为拜托我们哪边有营区哪边有营区 你以为对岸不知道吗 所以他们会担心说 如果到时候变成第一波攻击的目标 尤其因为这些所谓的暗制飞弹 就是在因应第一级 这个就是开战的时候很有可能 马上变成第一波交战的交火的对象的目标 就是第一波的目标 台媒称 台军方希望 六处暗基鱼叉导弹阵地与相关设施 能在年底前完成绝标 但据说本要在九月举行的新建工程招标说明会 因故后言 过程并不顺利 比如说鱼叉飞弹我们已经采购了 这个该做的布局都要不做 九月份 其实九月份这几个飞车基地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营区 那个鱼叉飞弹营区就已经传出说 因为没有厂商要做 其实现在不只是地方反弹 连厂商都不想进厂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担心 如果你没有先把地方搞定 到时候我们进去施工 抗争的 抗争什么的 很麻烦 所以这些厂商也会顾虑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要去投标 所以这个是一个困境 中国国民党2024选举参选人侯友宜则质问 民进党当局部署导弹基地过程中 有没有跟民众沟通 要求赖清德交代两岸兵凶战危的事实 台湾当局所说的只有备战才能避战 我觉得是一派胡言 在这点上来讲 仅靠几个导弹战地就能解决 这个避战的问题 那是一响天开 一派胡言 所以在这点上 应该说台湾的老百姓看得很清楚 台湾的老百姓的话呢 认为的话 只有的话要和平才能够避战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第一份民间兵推近日发布报告 该兵推由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办 名为2023TTX区域安全兵推 今年7月在台北举行 邀请135名岛内外专家 模拟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 台积电 长荣等企业也受邀参与 台媒注意到 与台防务部门发布的兵推报告相比较 这份报告除了军事外 不少内容还聚焦战事对社会经济 与民生的影响 兵推报告称 一旦台海发生战事 最严重的问题是能源 当前台湾电力42%靠燃煤 战备储量40至42天 天然气发电占比39% 储量11至14天 核能发电占8% 一旦遭遇封锁 立即凸显脆弱性 我现在讲我们台湾能源现在来讲大概只有7天 第二我讲说很现实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电我跟你讲 如果说一旦真的停电的话 台湾尤其是台北市 我跟你讲两天都过不了 天然气我们只能撑两个礼拜不到 天然气的船 它在台海战争了 不管它有没有包围 绝对不敢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台湾的处境 第一个如果仗打起来的话 你是等于说第一波来是飞弹 那飞弹来的话 重要措施打掉了 影响你的民生 影响你的交通 然后第二个 你下来的民生物资 你很多东西就进不来了 那这个才是我觉得 比较迫切严重的问题 如果台湾海峡一旦被封锁 发电设施被炸被破坏 这都不要讲 一个礼拜台湾海峡不通 就缺电了嘛 所以大学生不就问了吗 两岸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台湾联合报8号发表评论称 任何备战行动都代表 消耗远可用于别处的资源 以及某种程度上 牺牲大众生活的便利 从兵推结果不难看出 比起讨论台军能不能打 台湾社会能不能打 才是真正令人忧心的事实 如果说台湾社会不能打 那么选择从大陆进行对抗 应该说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台湾民间这个兵推 它是通过对整个战争的这种分析 以及战争后果对台湾岛内带来的影响 告诉岛内要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 和平是唯一的出路 台湾岛内民间这个首次的兵推 它是比军方的兵推更具有现实意义的 值得关注的是台防务部门发布消息指 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编队8号下午起 驶入台湾海峡由南向北航行 于9号上午8时经海峡北部海域 持续朝北航行 台防务部门还毫无新意地表示 台军运用联合情间针手段 绵密掌握海空域动态 但该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 显然有着不知嫌 因为根据台湾靖州刊 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 当局最重要的情报单位 台防务部门军情局 最近出现情报失灵的现象 知情人士透露 军情局根本无法掌握 解放军航母出巡情况 按照台媒说法 今年9月中旬 解放军航母山东舰出巡 并由日本冲绳南方的太平洋 一路南下穿越巴士海峡 但军情局事前完全不知情 直到日本防卫省公布消息 局方才上交报告 报道称 知情人士称 深入探究原因 军情局高层把情报单位 当军事单位管理 导致情报人员头脑僵化 士气低落 大家宁愿不做也不要错 只希望能平平稳稳 当个情报公务员 才会导致情报失灵等状况 接连发生 针对岛内媒体相关报道 台军情局7号晚间对此回应称 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 不过仍会落实内部管理机制 以维护台军形象 对于台军内部军机涣散 毫无纪律的现象 台湾联合报今年3月曾发表社论 直批台军缺射缺肉丢枪丢人 军机涣散陷危机 一连串失控出包事件 都显示台军螺丝掉满地 军机涣散到难以想象 台湾新声报同月也发表社论称 台军基层状况连连 不仅涉及纪律与士气 更将内部管理问题暴露无遗 好 新话题马上来连线 特别论员刘和平 刘先生你好 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当局将准备在全岛建造 6座暗基鱼叉导弹阵阵地和9座暗基雄风导弹阵地 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那您做何解读呢 我认为表面上看来 这件事情反映出的是 蔡英文当局加快军事基地建设的雄心 跟岛内民众愿意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之间 产生了巨大落差和矛盾 但是在实质上 它反映出的 其实是台湾在军事上 面临着无法避免 同时又无法克服的 政略死结与政略困境 很显然 在已经建设了那么多的导弹基地 尤其是在台湾已经是全世界 导弹部署密度最高地区的情况下 台当局还要准备增建15座导弹阵地 这说明台军方已经意识到了 未来一旦两岸开打 首先发生的一定是双方的导弹攻击战 这个时候首当其冲的 其实就是看谁能够经受得起 对方的导弹密集和保护式的攻击 那么在这一方面 台湾不仅导弹的数量远远去于大陆 更为关键的是 台湾还面临着以下这么几个困境 一个是土地面积细小而狭长 缺乏战略众生 二是面临着四面环海 无法进行腾罗与转移兵力和军事装备的困境 三是城市过于密集 人口过于繁多 无法将军民设施分开的困境 总而言之 假如两岸开战 大陆是在以面打点 而台湾正是在以点打面 根本就承受不起这种消耗战 而在一种军事上的死穴 意味着台湾当局 无论是以武谋独 还是以武巨统 都不可能有出路 我们看到面对台当局 部署15个导弹阵地 引起党内民众强烈反弹的现象 国民党2024参选人 侯友宜则要求蔡英文当局 应该交代两岸兵凶战位的事实 那对此您怎么看 我认为很显然 侯友宜是想抓住一切机会 对外说明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不仅仅是选民 对他跟赖清德的选择 是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选择 同时更是同与独 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而民众对蔡英文当局 建设导弹阵地的恐惧与反感 恰恰就是侯友宜 强化这一论述的机会 不过我同时认为 侯友宜在指责赖清德 与民进党的同时 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自己提出的两岸路线与政策 我们知道 马英九竞选与执政时期 曾经以国民党版的九二共识 以及不统不读不武的三不政策 来构建两岸和平框架的政治基础 但是侯友宜 不仅至今没有明确重申 会认同与遵守九二共识 而且还准备以所谓的三低策略 其用恶阻对话与降低风险 来确保两岸和平与台湾的安全 而所谓的恶阻 其实就是蔡英文 赖清德与民进党提出的 所谓通过备战来避战的翻版 同时也是美国企图通过 对台军售 来刺猬化台湾的翻版 然而鉴于岛内存在的土地 面积狭小 没有战略众生 四面返海 没有战略退路 以及城市和人口 过于密集的困境 所谓的通过避战来避战 以及刺猬化台湾的想法 其实都是在爆炸炸药包水 叫的危险之举 最终极有可能会萤火烧身 并导致森林涂炭 而在事实上 岛内面临的这一战略困境 早就注定了两岸问题 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政治解决 而不能是军事解决 任何以天下昌生为体验的政治人物 都应该把政治解决两岸问题 当成是自己的历史使命 那对于岛内机构近日办的 所谓民间兵推 聚焦于台湾社会 能不能打这一问题 您有作何解读呢 我觉得台湾政治大学 搞的这个民间兵推 的确是给了一种 别去一格的新鲜感 因为在过去 无论是美国搞的台海兵级推演 还是台当局自己搞的 各种各样的兵推 不仅都给了一种纸上谈兵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夜张目 不见泰山 给了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 这些兵推呀 一次只关注局部性的军事问题 而没有关注全局性的问题 包括因为战争而引发的政治 经济社会与民生问题 二是只关注战争的输赢问题 而没有关注战争的代价 与后果问题 三是只关注军人与军备问题 而没有关注天下苍生 没有关注普通民众 因为战争而导致的生死问题 这样的兵推 不仅给了一种人学的感觉 而且会给了一种好战的感觉 而这是台湾政治大学搞的民间兵推 这不仅关注了军事问题 更关注了因为战争 而导致了政治经济与民生问题 而这样的兵推 只要把格局与视野放大了 从军事思维扩展到了政治思维 经济思维与民生思维 自然就会得出一个悲悯天下苍生的结论 即台海战争绝对打不得 一旦两岸开战 岛内变成一片焦土 民众森林涂炭 那我们的政治经济民生 尤其是军事行为 还有意义吗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发布消息 11月11号至12号 将首次在深圳举办 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搭建两岸城市交流新平台 充分发挥两岸港口城市特点和优势 推动城市间交流合作 促进港口城市发展 首期论坛由深圳市基隆市共同发起 以港城湘荣携手共赢为主题 邀请桃源市花莲县 及汕头市潮州市 接阳市汕尾市 政府工商界 学者代表等160余人参加 围绕港口城市海洋运输 海洋教育海洋产业议题 由与会代表分享经验 交流互建 凝聚共识 深化合作互利双赢 通过举办论坛将进一步扩大 两岸港口城市交流规模 深化交流合作 携手提升建设发展水平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9号深圳市棒球协会 携手台湾中华台北棒球协会 启动2023海峡两岸 少棒深圳训练营 这也是首次由台湾职业 棒球教练团队 在大陆举办的少棒训练营 棒球棒不棒 棒 伴随着聊亮的口号声 2023海峡两岸 少棒深圳训练营正式开启 来自台湾中华台北棒协会的 职业教练团 将和深圳南山 福田 龙华等区的 20名年轻棒球教练 和46名U12组别小球员 通过守备 打击 跑壘 体能 教学比赛等训练内容 分享专业知识和技术 用轻松有趣的方法 指导小球员们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技术要领 9岁的郭子成是在深圳读书和练球的台湾小朋友 他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 在多种运动中最喜爱棒球 因为这是一项非常考验团队和默契的运动 打棒球有很多爱好 比如像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是倒垒 但是要先做一个这个要不啥也不是 如果打棒的时候就你一个人用力 其他人都是乱打 那你自己也得不了分 所以棒球也必须要有团结 在刚刚和球员们的交流中我得知 他们中不乏有一五年出生的孩子 因为机会难得 一大早便过来进行了热身训练 可以看到我手中现在拿的这颗棒球 便是他们训练所用的球 我注意到不到一上午的时间 这颗球的磨损已经非常严重了 可见他们训练非常的认真 我今年八岁 觉得打棒球挺快乐的 还能打比赛 跟台湾教练训练 打棒后跑垒的那种感觉很开心 我来之前听说了有台湾的教练 他们实力很强劲 可以向他们学习 也是因为自己的实力比较好 所以才过来学习 就是打棒球都要学会最基本的礼仪 比如说跑过来的时候要脱帽 跟别人讲话 尊重他人 深圳少榜训练营小球员们 所展现出的热情 也感染了此次从台北 来到深圳的教练团们 来这边看到他们就是很有活力 然后他们这样活蹦乱跳的 就会让我想到以前打球的那种初衷 我觉得很多都是蛮有天分的 就是他不用太刻意去讲什么 他很快就可以领悟到 就是训练的关键的东西 所以语言上没有太大的隔阂 所以你马上点一下 就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下一步要该做什么东西 我在职棒也打滚了12年 那现在以来讲是回馈给台湾棒球 也会回给内地棒球 深圳的棒球项目开始于1997年 至今已走过26年 2017年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 总决赛正式落户深圳 三届比赛共计有来自两岸的 116支学生棒球队伍 仅3000名运动员 教练 裁判员参加 今年2月 经国台办批准 广东深圳中山公园棒球场 获批准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这是深圳首次申报国家级两岸交流基地 棒球已经成为两岸民间交流 第一张闪亮的深圳名片 因为台湾地区的棒球的水平比较高 他们参加大赛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这些职棒选手接触的是 现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 棒球的理念和训练方法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训练营 来把他们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我们深圳来 传授给我们的砂棒选手 那么从根本上提升我们这些球员的认知 和他们的一些训练手段和方法 我们也深深感觉到也看到 大家都是同样的语言 然后同样的文字 所以他们除了说 帐球技术上的一个切磋之外 那么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好朋友 我觉得我们觉得这很好的一个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